寒流报道包括了宜兰 桃园 甚至是连平常难得一见的新竹都降下了瑞雪 中士记者在太平山上带您来欣赏一下美丽的雪景 一度在这里积雪达到了三到五公分 一整天下来八百多个人上山赏雪是平常的两到三倍 太平山下雪了 转眼间成了极地雪世界 白雪哀哀在大地 雪斑森林 树木也沾着轻薄的雪花 这样的雪景真的令人好着迷 来看雪 要来看过雪 那你从哪边过来的 超远 那你觉得漂亮吗 第一次看就还蛮漂亮 就是为了赏雪 游客从四边八方涌入太平山 雾气一散 白了头的群山峻岭 全都露出了真面目 绿色大地就像撒上了可口糖霜 如果说晚上有水气再下来的话 那零度以下的话就有机会再下雪 虽然白雪不在下 但持续的低温 弄结了这片雪世界 这样的美景当然要大家一起来打雪战 你太大快了 打雪战不用技巧 只要团结力量大 人人都可以适应家 爸爸带我来 中学 看你没有很懒 小朋友再冷也要玩 一岁大的小娃儿 全副武装也要勇敢往雪地冲 另外一个比较大的小孩 没有玩过雪 他不会冷吗 他应该还好吧 上山赏雪 全家都出动 但小朋友最爱的还是这一个 那你有没有好玩 那你有没有做小雪人 在这里哦 小朋友雪地奔跑 大人雪中漫步 要用不同的方式写下美丽回忆 打雪战做雪人 在太平山就是要这样子才好玩 刹券中记者在晚里和李维廷 在宜兰太平山的采访报导 小雪地奔跑